运球就快要扣住,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卢鱼,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篮网对阵公路,可以说是东部最具看点的比赛之一 一边是有着希腊巨瘦的东部霸主 一边是三名单打巨星组成的超级舰队 但在比赛刚开场43秒 篮网的詹姆斯·哈登就因右侧腿筋伤势 宣布退出本场比赛 这一季重磅,让篮网开场不是很顺利 KD也是受了很大影响 底线发球却扔到篮板后延处 但篮网并没有轻言放弃 上半场的欧文宇·格里芬 不断在进攻端打出亮眼表现 尤其是格里芬那一季飞身就球 瞬间点燃了全队斗志 反观公路这边,光从数据来看 只有字母哥表现还算OK 其他队友就有些不尽人意了 斗志昂扬的篮网,一步步将比分优势扩大 最后成功先拿下一城 拿下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 反观成为一赛 哈登缺席的篮网即使有着双新出色的发挥 篮网在公路面前也是连摆两场 这一场公路的攻防都有着很大的问题 让篮网成功抓住了机会 不仅是欧文与KD 篮网的每一名角色球员都有出色的表现 相信很多观众会有些好奇 如果说欧文KD得分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连其他角色球员都没有办法限制了吗 这部影片就让卢鱼为大家解说 篮网是用什么战术 帮助全队都能轻松得分 而公路出现了哪些问题 以至于攻防两端都出现牙火的情况 如果小伙伴对去年季后赛 公路输给迈阿密热火比赛还有一些印象 相信你们今天会对这场比赛有更深刻的感受 这场的篮网更像是去年热火的加强版 挡拆后的钟头抛头 仿佛是在唤醒公路痛苦的回忆 因为去年的公路在热火的中距离投篮吃到了不少教学 这回合就是一个很好的写照 麦克詹姆斯借助挡拆后 顺利来到中头区域 面对公路蹲在篮下的大洛佩斯 一挤抛头 让他想起不太好的回忆 相较常规赛 篮网在本场比赛使用了大量的挡拆 篮网很坚决使用大量的中距离出手 惩罚公路的内线 哈里斯这一场表现同样不俗 惩罚大洛的球员也有他的一分离 这种就是赌博式挡拆 如果近 大洛的位置就会非常尴尬 如果不近 撑在篮下的大洛可以轻松地拆到篮板球 帮助公路继续打真地战 但很明显 今天的篮网给大洛上了一课 不仅是其他球员技术挡拆 能够轻松命中投篮 与大洛对位的格里芬 直接连续命中三分 不断击垮大洛的心理防线 当篮网能频繁命中投篮时 公路再想弥补 已经为时已晚了 按耐不住的大洛 终于离开了他最喜欢的禁区 移动外线盯防格里芬 紧接着 因为大洛的外出 公路内线变得支离破碎了 KD可以很轻松在内线翻墙倒海 哪怕面对的是米德尔顿和字母哥 双刃防守 KD还能自投自强 将球补进 因为格里芬挡拆 大洛不得不移动到外线 帮助队友协防 紧随着 就发生了公路最不可能接受的事了 顺下的格里芬 面对空无一人的篮下 一记单手暴扣 在内线铁血防守的公路面前 轻松得分 大洛已经要崩溃了 他不清楚 自己到底应该站在篮下 还是移动到外线 就在下一个回合 大洛决定 继续祈祷篮往中距离会失手一次 迎来的 却是KD的中距离跳逃命中 终于 公路主角列 也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马上交出暂停 让球队快速调整一下 但显然后续效果也不是很好 暂停回来的篮网 发现大洛还在场上 决定继续用挡拆号中距离 惩罚对手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画面 在预测这场比赛时 足以提出了一个疑问 当大洛这个点失去了作用 公路主角列会不会将他换下 改上五小阵容 结果还真上了 明显就撞到篮网枪口上了 篮网最喜欢打的 就是五小阵容了 让持球人一步步碾心内线 直到公路出现协防时 外线队友就会有空位机会 空无一人的板区 让欧文以KD 有大量担打空间 他们不会担心自己 过掉第一个防守后 篮下还有类似大洛的 切防球员 这让他们得分变得更加容易 相比之下 公路的替补球员 让字母哥也是非常头痛 康诺顿糟糕的防守 让字母哥恨不得有三头六臂 帮球队补足各处的防守漏洞 公路这场比赛出现很多次 让篮网角色球员 莫名其妙出现空位的情况 五小阵容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四节公路决定 再摆上字母哥与大楼的 内线双塔组合 公路也算是破釜沉舟了 就赌篮网第四节没有投篮手感 但很显然并不是今天 我们可以发现 篮网今天的进攻选择 很多是有一臂开字母哥的 参考刚刚被淘汰的热火 今年的他们 连投篮出手都非常困难 很多时候热火准备投篮时 发现身边协防球员 变成了字母哥 这也是篮网今天处理 很好的一个点 把字母哥拉出他们的进攻区域 对于协防的球员 大落的威胁性 远不如字母哥出色 这是篮网想看到的 当欧文一个人晃晕了三名防守 助攻不挡双手包扣 这场比赛在第四节 还剩8分半时间的情况下 已经失去了悬念 公路今天最大的问题 是他们的进攻表现 作为赛季防守三分效果 全联盟第28的球队 被篮网投死了 也是在意料之中 放三分手那些 也是公路一贯的做牌 但他们今天的进攻表现 打得很强篮网 公路这场也非常痴迷三分出手 这轮系列赛 双方都想最大程度 限制对方的强点 但关键是 当你考虑如何限制对方时 会不会把自己 最擅长的武器丢掉了 很明显 篮网这场比赛 做到了自己 当公路冲进来时 篮网会尽最大的努力 收缩内线 当他们没有内线 攻匡的欲望 篮网防守就会拉到外线 进攻蹲 打出他们最喜欢的篮球 投射 快攻 这都是篮网擅长的 反观公路 今天的进攻端 并不是很出色 尤其是子姆哥 他其实可以发挥得更出色 前提是 子姆哥持球 能更好一点 哪怕公路想尽办法 用挡拆帮子姆哥 打小个子球员 但因为投篮不稳 哥里芬就可以果断 后退到进区 和迈克詹姆斯一起协防 等到子姆哥持球 往后退时 迈克迅速回到自己的位置 最后只能以不擅长的三分 草草结束这一回合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子姆哥三分 还是最准的 所以说 光路要想明白一个问题 当拆什么时候选子姆哥 什么时候选大洛 像这个回合 迅速顺下的子姆哥 并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 米德尔队 也只能勉强抛头出手 显然 这种并不适合 让子姆哥赖坐 同样的位置 大洛顺下 就有很明显的效果 这源于两名球员特征不同 大洛是非常擅长 在对方身后 接住高抛传球 降低重心 用身体优势 将球扣进 面对篮网内线人居多的情况 大洛往往处理的 比子姆哥要稀泥一些 所以说 当篮网内线人数较多 且接球位置在扣篮区附近 让大洛挡拆是更好的选择 而子姆哥他最喜欢的 接球区域有两处 一个是抛头范围的禁区 让他有脚步施展的空间 将球放进 另一个就是外线区域 从防守中心拉扯到另一侧 为让子姆哥有足够的加速空间 有着完整加速度的子姆哥 南往锋线球员 没有一个能限制住他 反而人多的另一侧 是子姆哥不太喜欢的接球区域 第一是他低位 但打能力并不强 第二是没有让他加速的空间 连空切都很难实施 其实公路这一场 可能是因为哈登不在 让主教练的重拳出击 都打在了棉花上 有力无助使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开场仅仅43秒 哈登就退出了整场比赛 导致之前布置的大量战术 都白费了 这也不是没可能 或许下一场公路 能为我们展现不一样的他们 但要紧急 公路可不仅只有三分这一项武器 狼猫也要保护KD与OV的体力 每场比赛打40分钟以上 对身体消耗还是太大了 下场我们见分享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